《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其實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最主要的成因大部分 都是一些基因異變 突然口天異變而引起 很少部分的 可能本身有些遺傳性的關係 身體很多細胞都已經有些存在異變 之後再發展成一個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因為通常骨髓性白血病 指數會有很大的問題 例如影響紅血球、白血球或血小板 所以症狀是關乎這三種血球的改變 例如白血病病人通常會來醫院發燒 因為他們有感染風險 亦可能會很累 因為血色素會很低 亦可能會有很多流血症狀 例如刷牙時流血 或是全身乳晒或很多很小的紅點 亦有很少部分病人 會發覺牙肉可能會很腫脹 這是某些白血病比較特別的情況 最罕見的是 因為白血病除了可以在骨髓內 它還可以在身體其他任何地方 好像一個腫瘤 所以你可能會發覺有些地方 可能一塊東西生了出來 這是比較罕見的 急性白血病會有的情況 其實醫學界暫時都沒有一些很確實的成因 但有些的確很容易有高危的風險 例如之前試過的很高劇量化療或電療 亦都會增加了之後白血病的風險 其實這個急性白血病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年長時才會發生的病變 其實它的平均年齡是60至65歲左右 在一些年輕人士 例如小過65歲的話 每十萬人大概有兩個人會有機會發生這個問題 但如果年紀大過65歲的話 每十萬人可能有20人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你會見到 在年紀越大是越容易發生這個病 AM的傳媒率是可以很闊的 因為它不是單一的病 它其實是可以分為很多不同風險的種類 總括來說 如果是年輕的病 因為年輕的病存活率是有很多 例如小過65歲以下的病 它5年的傳媒率大概是20至60%左右 似乎它是哪一個高危的 即是哪一個風險的組合 但如果是老人家的話 例如大過65歲 傳媒率會低了很多 5年的傳媒率可能是5至30%左右 現在最主要的標準治療 都是一個化療為主 亦都視乎病人本身的白血病 一些基因的二變組合 有些是可以加一些標靶藥 去治療的組合 希望可以增加效果 亦都因為白血病有不同風險的分類 一些適合的病人 它亦都會接受一個 在白血病控制之後 會接受一個骨髓移植 希望減低將來復發的風險 但如果一些老人家 或者它不適合一些很高強度的化療 再加標靶藥去幫助病人 其實FFT3這個病變 大概是四分一到三分之一的AML病 會有這個病變 其實你可以幻想它 好像在細胞上的開關 其實它平時是會幫助細胞生長 當它的開關開了時 就可以幫助細胞生長 但我們又有機制去關掉它 但當這個異變發生之後 這個開關就變成長期 好像開著了 細胞便會不受控生長 導致有AML的出現 如果病人的急性白血病 發覺有FFT3這個異變 我們會加一個標靶藥去標準化療 在誘導性鞏固治療 亦都有一個標靶藥去交入治療的組合 這跟其他有少許不同 其實很多FFT3 這些AML的病 其實我們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尤其是病第一線治療 已經可以控制到之後 我們覺得它需要做一個骨髓移植 做了之後 完成了這些動作之後 其實它還可以完成移植之後 我們有另外一些標靶藥 希望維持著它的疾病 其實也有不少的病 一直都可以有一個很健康的情況 當然你做移植有它自己的補妝 但其實它也有一個很接受的生活質素